新加坡这个国际化的城市国家 长期以来被视为全球超市 90%的食品依靠进口 从多达187个国家和地区供应 但就在2019年 新加坡提出了一项雄心勃勃的目标 30x30计划目标是在2030年之前 用不到1%的国土 满足30%的营养需求 这是一场关于粮食安全的食品革命3.0 鸡蛋鱼 牛奶 甚至肉类 真的可以在这个 面积仅717平方公里的国土上 本地造吗 现实情况却远比规划复杂 根据最新公开的政策讨论 政府或许正在对这项计划 进行重新评估和调整 食品国产化究竟能走多远 面对全球化供应链的经济 与地缘政治风险 新加坡为何必须突破 这种高度依赖进口的结构 又如何找到平衡与突破口 今天我们将用真实的数据和案例 全面拆解新加坡模式下的 这场食品革命 新加坡的食品供应高度依赖进口 这是众所周知的事实 然而这种依赖注定是脆弱的 近年来全球气候引发的 自然灾害地缘政治冲突 以及全球供应链的周期性不稳定 都让新加坡意识到 全球超市的模式 不可永远寄望于他人稳定 粮食价格的波动 和出口禁令的潜在风险 曾多次波及新加坡 使得食品安全成为 不得不应对的一大政策优先事项 2019年新加坡食品局提出 30x30战略 从长眼来看 这不仅仅是相对分散供应链的补充 更是一种提升战略韧性的自我革新 为了实现这一目标 新加坡计划通过技术密集型农业 在有限的土地上达到超高效率 不论是垂直农场室内种植 还是人工细胞农业 这场由科技驱动的革命背后 是新加坡政府对未来趋势洞察的果敢回应 然而这项计划自诞生以来 便半生这一万 技术真的可以抵消成本和现实约束吗 跨入2025年有迹象表明 政府正在对 30x30的实施路径展开调整 不是说计划终止 而是目标的实现速度 可能需要更加现实化的考量 这种调整一方面反映出复杂的挑战 另一方面也让我们看清了 食品国产化这条路 并非单靠科技或政策喊一句口号 就能获得奇迹般的产出 解决进口依赖问题 新加坡不仅需要技术突破 也需经济与政策配合 食品国产化的道路远比想象中复杂 其策略是多样化技术与模式结合 在不同领域实现目标 在垂直农场和室内农业领域 新加坡进展显著 Sysliner和Skygreens高效利用空间和资源 垂直农场产出比传统农田高5至10倍 用水却减少90% 食业菜国产化率 接近甚至可能超越30% 但这种模式更多适合短生长期作物 难以用于主粮等长周期食品 海洋养殖和循环经济也在探索中 一些企业尝试室内鱼虾养殖与循环水系统 但成本高昂稳定性有限 实验室细胞培养与精准发酵技术也在推进 GoodMeet和TurtleTree等公司引领创新 但当前生产成本过高 此外通过与马来西亚及越南的海外农场加供应链优化合作 新加坡部分解决了农业条件的限制 这种自产与外包结合的模式 为食品安全提供了灵活解决方案 能不能实现30x30 经济账才是最终答案 尽管技术正在快速进步 食品国产化也在不断突破 但30x30秒的宏大目标 仍然面临两个核心难题 成本与经济意义 新加坡的农业生产环境需要高度依赖人工 冷链和能源这些条件直接导致本地生产的成本 普遍高于通过国际市场采购的进口食品 从经济的角度来看 如果无法实现规模经济化 国产食品难以与进口食品竞争 政策的补贴究竟是否能够持续 也成为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 事实上根据公开数据和媒体报道 蔬菜叶菜等高周转作物的 本地自给率已经接近达标尤其是鸡蛋这一领域 某个阶段超过30%的生产目标 然而粮食乳制品饲料等 对土地和技术依赖更高的领域 国产化难以实现 在这样的背景下 新加坡既然对30x30 进行重新评估并调整策略似乎是明智之举 可以预见的是 未来新加坡政府可能不会厮守30%这个硬性指标 而是更加注重实现价值上的突破 例如优先保障更薄弱的关键食物安全点 同时用国际贸易来维持整体供应的弹性 在全球化高度发展的今天 新加坡模式带给我们的思考很清晰 食品国产化的目标不是取代进口 而是补强体系的关键薄弱点 在蔬菜蛋类特地海鲜和高附加值食品上 新加坡正通过科技走在全球前列 而对于其他不现实的领域 新加坡选择了开放合作多元化的解决方案 这种有限自己的方式 或许将成为未来更多国家解决 粮食安全问题的一种参考方案 这场食品革命是否能够彻底 改变新加坡的食品自己模式 或许最终要交给时间判断 然而每个技术突破每次政策调整背后 都在提醒我们现代化食品体系的建立 不单是关乎科技创新 还是一场需要政府 企业和消费者共同完成的经济学实验 如果你对新加坡的食品革命3.0 还有哪些问题 或者对哪个食品领域的本地化生产 特别感兴趣 欢迎在下方评论区讨论 记得订阅我们的频道 关注更多科技经济与生活的话题 不止于数据 我们下期见